这一点大家好好去体会 这些榴莲树 它结出来的榴莲果 它有没有真正做到 无条件无所求与众生分享 有没有 那有没有人不服 有没有不服气的 有没有 有你说你不服气 你觉得他们不是这样 有没有 我再问一声 没有就要定案 很多人也许认为 那个没什么 你就是太以为然 你就是习惯的认为 那个没什么 就在你认为 没什么的理念 它却蕴藏 宇宙的奥妙 它却在 跟我们宣说 无上甚深 为妙法 为什么一般人 看不到 看不懂 因为你认为它没什么 太习以为常 习性的忽略 认为这个果树 它长大 我们再来吃 或是农民再来卖 这个是天经地义 而我们吃水果 我们吃这些榴莲 或是吃水果 我们都有付钱 我们都有付钱 来 请问 你付钱 你是付给谁 付给谁 付给商人 或是农民 还是付给人 那这些商人 他拿了你的钱之后 他有没有去支付 给这个榴莲树 这个榴莲树 有没有跟他讲说 好 你拿去卖 然后你要分多少给我 有没有 有人不服的你可以讲 你说我看到一棵树 他跟我讲条件 然后我拿他的果去卖 他跟我要拖多少成 有没有 真的有的你可以讲 我讲的是十项 你觉得说 你觉得 这跟十项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 有不一样的一遍 有的话你可以 可以讲出来 举例出来 你看 那些果树 榴莲树只是个代表 其他的你都可以 以此列推 它只是个代表 所以农民摘这些榴莲果来卖 要知道 对榴莲树本身而言 他们都是怎么样 都是无条件 无所求的分享 都是这样 这些要知道 这些是他们杰出的果 他们的成果 除了每天活出他们生命的神圣之外 活出他们生命的本然的意义之外 保护水土 净化空气 释放新鲜的氧气 而且他们可以帮忙吸收二氧化碳 又净化空气 又释放出新鲜的氧气 保护水土 美化环境 散发生命分多精 这些字他们每天就在做了 然后再来 又因为开心快乐的成长 所以每年都会开花结果 都会有明显的开花结果出来 你如果真的认真的学习 来好好体会 如果你真的把心打开 你每年虚心的学习 你不要去跟别人竞争 你就好好做你自己的生命主人 好好做自己的生命主人 虚心的学习 你生命就在成长 你成长之后 真的你每年都会有成果出来 只要你真的认真学习 虚心学习 你每年都会有进步 都会有成果出来 你每年都在成长 你能够承担的事情 能够服务的事情 层次也都在提升 所以他们每年开花结果 而这些果出来呢 他们不是拿来 我这是版权所有 你如果拿这些取卖 我就告你 你偷盗 你没有付钱给我 在大自然里面 没有所谓的偷盗 他们都是在分享 分享 只有人类设计出那一套 这是我的 我的 然后才有所谓的 你抢了我的 所以就会 没完没了的各种事情 好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